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samba chili prawn patai 臭豆辣椒和虾 首先我们来处理这个臭豆 臭豆呢 我们要把中间的心 把它去掉 中间的心会苦 我们从旁边切开 不是半中间 这样子你就可以取出 partai的心 这样也方便大家 检查 partai里面有没有虫 或者是不好的 刚好这棵你看 有虫对吗 如果我们没有检查 虫就会吃进肚子咯 好吃的partai 需要时间和耐心 这样我们要一个一个 慢慢的检查 需要花一点时间 不过吃的健康 大家也安心 其实蛮多是有虫的 所以是必须要检查 检查过后我们洗一轮 确定干净 虫米我们第一轮洗干净 水我们不要 掉了一颗不要浪费 第二轮的水我们把它泡一泡 可是虫米不需要泡太久 我们把虫米拿出 我们把虫米拿出 剩下的水不要丢掉 留下备用 洗干净 洗干净过后的虫米我们把它弄碎 这时要需要一下meji把它碎了 准备五条辣椒 两颗大葱 一些蒜米和小辣椒 小辣椒今天我用青色不够辣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用红色小辣椒 一两条都可以 首先我们把材料切成小块 方便搅碎 辣椒不够辣 需要红辣椒才更辣 我们把所有的材料放进比较高深的容器 我们把所有的材料放进比较高深的容器 就是圆水方便搅碎 搅碎啦 好 虾我们把虾头的角剪掉 然后把身上的壳剥掉 再来就是把虾的中间 剥开 取出虾线 多变化 取出虾尖 鱼 切上一片鱼 鱼 可以切成鱼 多变化 太多 反而不好吃 所以我只需要一小片 两边煎香 烤香 不需要加油 用小火 现在我们开大火 加油 先把虾米炒香 这时火不需要太大 用小火均匀的把虾米炒香 炒香的虾米 我们把辣椒末倒入 小心火后 这时如果你觉得火太大 你可以把火转小 均匀的把辣椒炒熟 大概几分钟过后 辣椒的颜色稍微变深 要注意辣椒的水是否太干 把刚才烤香的辣椒加入 均匀的搅拌 使辣椒也融化在辣椒末里 加入蚝油 加入蚝油 一匙的鸡精粉 盐 还有糖 颜色变深 调味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注意是否太干 我们可以加入刚才泡虾米的水 很像啊 现在你看油水分离了 加入布袋 臭豆 还有蝦 均匀搅拌 炒至熟 加入辣椒酱 我的辣椒酱剩下不多 我全部用完 剩下一点的 我也注入水 把它全部用完 不要浪费 均匀搅拌 炒至熟 等蝦卷完 这就意思说 蝦也已经熟了 我们来试一下味道 这时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 你喜欢甜一点 或咸一点 各自调整 我加了一匙的盐 和一匙的鸡精粉 再试一下味道 你看那个颜色 好漂亮 很好吃 哇 真的是下饭 一流 一流 这是一道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今天我煮了 比平时多的饭 是不是很好吃 你流口水了吗 如果你喜欢这道视频 请你点赞 分享和订阅 喜欢的朋友 也可以按下小叮当 这样我们下一期的分享 你也可以第一时间观看 谢谢观看 拜拜